他说我先拿两棵植物来做杂交 一个植物叫母本 所以我把这个母本写出来 这是妈妈的意思就是齿蕊 母本是六倍体的普通小麦 是6n等于44 这是母本 另外副本写个男生的符号 副本就是2n等于14 现在这是母体跟熊蕊跟齿蕊我知道了 现在我要看的是 这两个熊齿蕊里面的大小包子母细胞 经过减做分裂形成的包子 包子在分裂形成配置体 配置体产生的配置 我直接把配置下来这 今天如果你是齿蕊6n等于42 你产生的配置不就应该是3n等于21吗 直接减一半 减做分裂 那如果是我的熊蕊这边 本来是2n等于14 我所产生的配置不就等于1n等于7吗 好我先把这两个配置圈起来 因为这两个配置太关键了 一边是齿配置 一边是熊配置 好这样停住 好现在看题目 他问的是我杂交后产生的种 产生的种子中的种皮 他问的是种皮胚和胚乳各是什么 好我们一一看 种皮最简单 种皮跟妈妈一样 所以种皮就跟妈妈是6n等于42 一模一样 所以种皮搞定了 好接下来是胚跟胚乳 其中胚我写在上面 胚是金软结合 金加软 胚乳呢 写在下面 胚乳是两个集合 加金子 好那我现在把注解写上去 金子就是爸爸这边的 卵当然是妈妈这边的 那金盒呢 是妈妈这边的 好现在我把答案写出来咯 现在呢 嗯 我如果讨论的是胚金加软 是不是直接这两个相接就可以了 就是4n等于28 好啦 所以胚4n等于28 搞定 接下来是胚乳 胚乳是两个金盒 那我写来这 两个集合 我写错了 这个盒怎么少个字 两个集合 集集集集 集怎么写来的 集 两个集合 那好那我现在这样表达 集合跟妈妈的那个卵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写3n等于21 乘2两个 再加上精细胞 就是1n等于7 好这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 2乘3跟6n 6n加1n 7n等于 21乘2 42加7 49 好啦 这就是胚乳 好所以这三个答案是不是 蓝色体的数量 42 28 49 就搞定了 好虽然数字上稍微复杂 考的概念是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 种皮果皮 还有胚 还有胚乳 他们是怎么来的 他们的精型或他们蓝色体数目 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只要知道母体跟 熊蕊跟磁蕊的蓝色体状态 就可以退出他们后来子带的结果 好以上是单选第八题 就是这样判断出来 但原则就是胚乳是3n 它是两个集合跟一个金合 那胚是2n是一个软和跟一个金合 合在一起形成的 好单选班到这儿